第四集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集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,越南的国防部工作人员是一名情报专家,随美军在叙利亚收集有关该地区安全和敌人的信息。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事件还造成三名美国军人受伤。 声明说,逐步报告显示,爆炸造成人员伤亡,事故正在调查中。 事发地区利亚曼笔记图片来源,CNN报道称,IS下属一个名为AMIG的机构宣称,发生在曼笔记的袭击,是由一名声传爆炸被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实施的。 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表示,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了解了情况,并在周三晚些时候,就袭击事件发表了声明。 特朗普在声明中说道,我们像今天在叙利亚被杀害的勇敢的美国英雄的家人,表示最深切的同情,我们也为了袭击中受伤低势,并祈祷,我们的军员和他们的家人,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 CNN称,在周三的袭击发生之前,自2014年叙利亚战争开始以来,只有两名美国军人在行动中丧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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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